各位路人嘉宜丙丁,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要來談使用篩分析,分析土壤顆粒的原理 那我們這一集的土壤顆粒全部都要假定為正球 想像有一顆球從天而降 那它通過了篩A而停留在篩B 這個的幾何意義是什麼呢?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篩A的構成 通常篩都是用銅線做成的 然後每一個篩孔它的大小都相等 那一個孔它的直徑是分別為大D乘大D 那今天這個篩為何會通過篩A? 就是因為它的顆粒粒徑小於篩A的大D 那它為何會停留在篩B上? 就是因為它的粒徑大於篩孔的小D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簡單的幾何公式 就是假定我們觀察到這顆顆粒停留在篩B 那它的直徑必然 那它的直徑必然介於小D和大D之間 那這一個篩分C的機器呢 基本上可以畫出這樣一個土壤粒徑的分布 很好的把所有丟進去的顆粒分成 比大D還要大 那這個就是停留在篩A 或是介於大D小D之間 就是像這個粒子停留在篩B 那或是小於小D 那就是通過篩A篩B 乘在底盤 那這樣一個機器 就在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效用 那我們來看一個真實的例子 我有一個土壤樣本 長得非常複雜 我想把所有的顆粒按照上一集的土壤分離類的方式 去得到它每一個不同的種類的重量要如何做呢? 具體來說我希望能夠知道 它沙子佔的重量、石頭佔的重量 還有它粉土和黏土佔的分量到底是多少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先使用簡單的篩分C 那篩分C 這個篩你可以自己選擇它的篩孔大小 值得注意的是 其實這個過篩的機器在國際上有一定的標準 它也不一定是使用拿來做為土壤力鏡分C 所以它的篩孔的選擇非常的多 而我們挑我們所需要的 也就是有上一集的12英吋、3英吋、4號篩、10號篩、40號篩和200號篩 作為土壤力學所使用的篩 那左邊這個是它的篩孔對應的直徑 那這個單位是MM公里 有些人會去研究 為什麼10號篩是2MM 而40號篩是0.425等等它們之間的公式轉換 在這裡我建議如果是為了考試 其實不用去研究這個 基本上就是把它背起來就好了 那參照上一集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想像 當這些東西丟進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將裡面所有的顆粒做適當的分類 可以得到各種不同石頭種類的佔的重量百分比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掰掰